《燦爛時光會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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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公民行動引營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透過民眾的捐低力量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更好做 更多更深入的報導 我們今天出來出外景 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就是如果你看到我的周圍的話 你會發現這旁邊都是公墓 沒有錯這裡是南山公墓 在台南非常重要的一個墓園 那這個墓園的歷史其實是非常久 如果台灣有開發多少年 那從漢人來這裡之後 有很多的墓園 大概就是跟漢人來了之後 他才出現的這樣的一個墓園的形態 那這裡其實是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不過最近這幾年 因為台南市政府要做殯葬園區 也有人覺得台南市政府事實上要去開發這塊地方 所以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到這個墓園的現場 來跟大家討論南山公墓的一些爭議性的議題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討論的是地上台南的召集人李時光 時光你好 你好 光老師好 非常謝謝時光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也許一開始先請時光來跟我們 介紹一下這個南山公墓這個區域 然後到底這裡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跟台灣的歷史發展生態環境有什麼關係 好 大家好 我現在這一張大圖 其實就是目前所謂南山公墓大概94.7 或是將近100公頃的大小 那你可以看它四周 下面就是台南機場 那台南機場有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民用機場 一部分是軍機場 一部分是軍機場 它下面這邊是軍機場 然後這個軍機場裡面 停的就是那個IDF戰機 然後它的航線剛好會滑過整個南山公墓 所以我們剛剛在錄影的時候 就看到飛機飛過去 對 所以我們的老一輩 騎老後 阿公阿嬤他們那一輩都說 這叫XC XC XC 他有飛機飛過就對了 XC行 對嗎 他就雙關語 就是說 其實 飛機場 旁邊是夢阿嬤 再來是我們人住的地方 是剛好而已 因為它有一個阻隔的空間 你都市在這邊 它這100公頃阻隔這個機場 那飛機自然有它的戰略地位 你也不能說要這樣改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這是整個大概的 那我們大約來講一下 幾分鐘來講一下 這個是台灣寶圖 台灣寶圖是1904年 大概100多年前 日本來台灣之後 所做的這張地圖 你可以看它的圖案 道梯形 這個是城牆 就是所謂的南門城北門城 現在還有一個大南門公園在這邊 你看喔 這整個城以外 其實都是墓地 然後現在 經歷過這幾百年 百年來 不斷的都市擴張 不斷的建立的改變 幹嘛幹嘛 然後墓地一直輕種 縮減 然後你看喔 這麼大的一片 縮到現在只剩這個 然後這個叫差不多 大約100公頃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以前的南山公墓是到底有多大的 更大 對 所以你說現在目前南山公墓的地基 大概是100公斤 所以是現在這個比較深色的地方 對對對 那以前你看喔 這邊都是倒梯 都是墓地 那這種東西其實 在我們社會學生學來講 不好意思 我可能會有點用錯 那依我的瞭解就是說 其實在以前喔 我們居住一個地方 幾個人到一個群聚一個聚落的時候 所謂的墓葬地 會在這個聚落的外圍 就是裡面是我們的生活圈 你看 這個地方真的很不適合做其他的用品 你要隨時這樣停下來 然後欣賞一下那個 對 而且很近喔 幾乎是快觸地這樣 會把墓葬這種東西放在外圍 會把墓葬這種東西放在外圍 比如狩獵 我們就往外去狩獵 往外去打獵 然後墓地會放在外圍 然後這個群聚落慢慢形成一個大的 小的城市大的城市之後 他就會一直往外的牽 那這個這一張就是用了最好的證明 那這個呢就是很珍貴 之前保留下一些影像 你看喔 這個是城牆 裡面是斧城 那你看外面 有沒有 有那個可能是挑夫啦 或是一些農夫什麼 水牛休息 然後有水 然後外面這些白白全部都是墓 以前的南門 好 如果我們從台灣是大南門出來 站在大南門好了 大南門公園往南邊一看 其實以前就是這樣的景象 那現在完全不同啦 全部都是房子啦 那這一張也很珍貴 李先得應該大家都有 喔 李先得 對 這是他拍的 就是台灣記型裡面 是哈羅裡面 對 他形容的 然後留下的影像 你看 城門然後外面 有沒有 都是一些墓地 他們就說走出來 因為這個方向是要往峰山 高雄峰山 高雄峰山 對以前的 所以其實從這個城門外 就一直就是墳墓了 OK 所以那個佔地的面積非常大 對 不過現在這些墳墓應該都不在了 沒有 就只剩下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看這一塊 你看四周 除了機場四周都是房子 已經把它 好像變一個小孤島這樣子 這就是當時候的一個狀況 好 好 那為什麼南山 第一個是 我也不曉得 就是說很多墓葬都形容南山這個名字 那這個南山名字 並不至於我們台南市 那這個可能以後再討論 那我們現在講講說 南山為什麼 那你說 台南有東南西北方 那為什麼獨選南山 會成為這麼重要的墓葬地 其實以前在東邊北邊都有 南邊都有 那西邊就是台江內海 當然是海就沒有 可是那邊的墓葬相對是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在南邊 那南邊為什麼一直選南邊 因為墓葬有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看的 南山的地形是高高低低的丘陵 類似丘的地形 沙丘地形 它中間還有一條很珍貴的竹溪 滴黑 流貫穿其中 那 那這條溪是台南市唯一 不入城的一條溪 它只在城外 所以也是現在 在我們這個南山公墓的西地裡面 對 前面那邊 它是有溪流的 有 就前面這邊 綠色就是一條溪流 而且是台南市唯一 還保存原始溪流狀態 其他可能就水泥化 或地下相寒化 唯一還在陸地上很活潑 彎流的一條溪 然後這個 來 我現在又用 剛才是土 我現在用衛星地圖把它看 你看這黑色這一條 就是築溪 貫穿整個南山公墓 就像講的 這些是一些詩人 對於築溪的形容 因為築溪的彎彎曲曲 彎來彎去 拐來拐去 在這個 這種地形底下 形成風水地理師 所謂的好風水 背山面水 然後 就 第一個是詩人底下的一些情境 美麗的情境 第二個就是 很適合作為墓葬地 因為有山 有水 有靠 有帶財 這樣子 我可以看一下 所以在這裡 過去很多在台南當地的詩人 也去 以這個詩 以這個溪 跟這個環境作為背景 寫了好幾首 跟這裡有關係 因為這邊再過來這邊是主席寺 很有名的古煞 就是我們台灣非常有名的古煞 古煞 還有法華寺 那竹溪寺 為什麼叫底下寺 就是因為它在竹溪旁邊 然後所以很多詩人來這邊 遊想的時候 來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哇 忘錦申請就要做一些詩這樣 來形容竹溪的美 那當然過竹溪寺這一段 就是所謂的墓葬區這樣 就比較少人 可是竹溪就是這樣穿的嘛 這一張是比較好 那我來看一下 我剛才說了 其實全台灣的溪流 那不只台南 那我們只台南 台南其實 在城市裡面最兩條 重要的德慶溪跟福安坑溪 其實都已經地下化 相反化已經都看不到了 那柴頭港 齊美那邊 北邊的柴頭港溪 也變成三面光的那種 好像湊水溝一樣 那唯有竹溪 你還可以剛才有竹子 有樹有什麼 還有生態這樣子 這個就是這個後面 這個火化場的後面 就是這樣的一個 火化場在這邊 後面的很漂亮的樣子 那你看 它是不是又叫 看了這一張 你就覺得沒有錯 它應該就是叫竹溪 這是生態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應該有一些 比較所謂的屬於這個地方的 一些動植物的發展 或者是成長吧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說 南山 剛剛我們看那個 那個已經是一百多年前日本人拍的 它的範圍就這麼大 那在還沒有築成之前 其實就像我講 在還沒有成為一個城市 它有界線之前 墓葬這種東西 就只是在我們的聚落之外 所以其實像以前的孔子廟 它的古代名叫整個寶 什麼叫整個寶 其實它也是一個墓葬地 然後慢慢收拾起來 然後可能變了孔廟 變了什麼 這樣一直收到現在的範圍 那所以說 南山的歷史又不又久 很悠久 那夠不夠大 那因為我們人類的歷史 生活時期大概就四百年 有文字 有那個 那南山大概也是等同這個歷史 好 那我們剛才是看的是說 南山一個演化 四百年來這個地形的演化 那我們再來看南山裡面 其實在好幾年前 台南鳥會 跟一位就是另外一個團體的張先生 他們有做 還有我們自己也有做一些調查 就是我們把這幾方的調查 研究合起來之後 南山裡面現在大概找得到的 大概有八十幾種鳥類 八十幾種 就這樣一個範圍有八十幾種鳥類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還有一些候鳥也會進來 那因為它比較不是長期待在這邊 要不同季節 那你看這個螢火蟲 後面那邊水邊就有螢火蟲了 那這邊有很多的蛇 那你知道一個好的棄地 其實蛇是算是 食物鏈蠻高的一個動物 然後這個就是東後鳥 然後有很多啊 像它裡面有很多 像金龜樹 一般台南百年金龜樹 大概都日本人種下來 它裡面就還有很多金龜樹 還有老漿樹 都是百年以上的 那烏龜 然後最小的細蔥 大約啦 那這裡面 其實我們在幾年前 2019年那時候 還有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物種 就是在竹溪旁邊 南山的地形有很多 它有比較像 它有沙丘地形 它有類似河谷地形 也有比較平地的地形 它還有一個比較像拉巴茶 就是濕地的地形 就在後面那裡 我們在裡面發現了一群 很可愛的生物 這是螃蟹嗎 對你看這是 這隻是母蟹 你看 這個叫台灣南海西蟹 加上台灣 其實它有台灣特有種 除了台灣都沒有 只有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台灣沒了 結果在這世界上就沒了 然後它是一種溪蟹 它不同於陸蟹 陸蟹是每年 它還會經由河流回到出海口 去降海釋軟 就是到海邊去放出它的軟 然後變小螃蟹 可是溪蟹 它是一種淡水蟹 中期一生不到海 就是比如說它這個溪裡面 它就在這邊 一輩子不出這個範圍淡水 然後我們那一年觀察到說 這邊竟然有一群螃蟹 不知道活了多久 很久很久了 它就在這邊 而且我們還找到它 確實在這邊的證據就是 它有生小螃蟹 就是它這邊有繁殖的行為 並不是說偶爾來到這裡 那這個台灣南海西蟹有多珍貴呢 在下面這邊我們有寫的 它有這些的理由 比如說它是紅皮樹裡面 冰尾的蟹種 那它是台灣特有種 而且它是這種 南海西蟹的模式種 這就比較學術了 就是說 其實這種螃蟹以前 在我們台灣南部這邊 很多河流到處都有 然後甚至阿公他們那一隊 還會講說 這個喔 我們小孩時代沒有東西 才捏起來拼拼拼 烘烘的 做嘴吃東西 好像鹹酥雞這樣子 可是曾幾何時 阿公就說 就在了 好像突然間他們就消失 再也看不到了 因為它也是一種環境指標 就是說它只能活在 比較乾淨的水裡面 萬一那個水污染不乾淨 還有現在我們很常使用農藥 種種這些東西 它就會變成一個 因為它沒有到別的地方去 它只是生活在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族群 很容易都整個族群的滅絕 就是 只要比如說這條溪 有放農藥 或旁邊他們在這個田裡面 有施農藥 或是這個溪有被什麼化學污染 它就整個族群就滅絕了 所以 在我們開始 經濟起飛使用農藥那時候 也是他們的滅絕的時代開始 所以你可以想像嗎 我們南山公墓 從西門路到百貨公司 差不多不到十分公的距離 這都市裡面 還有這麼一群很珍貴的螃蟹 這的確是很難得的一個生態的狀態 但是也幾乎很多地方都沒有了 當然市區裡面 還有這一群小螃蟹在這邊 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是看到它是在城門外 然後城門外 事實上就是一個目的 但是這個目的其實有非常多的這種 伴隨著台灣的發展的歷史 OK 也包括剛剛談到非常多的生態環境 可是因為這個時代的變遷 這個目的當然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開始隨著開發 所以原來的範圍可能很大 現在大概只剩下100公頃左右 那這100公頃也面臨到要重新再整理 或是要做殯葬園區的這樣一個衝擊 這我們等一下會再繼續跟大家談 不過想要問一下就是那這南山公墓 既然有這麼長的歷史 包括很多文人雅師也為了這個地方來寫詩 來唯文 然後來去送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有哪些大概就是葬哪些人 有哪些有名的人 或是什麼樣類型的人在葬來這附近 我們 我們台南市有人就這樣說一句話 他說我們台南人 以前叫台南府城 因為以前 台灣發展起來最早的政經中心就是 台南府城 然後再慢慢的往北 後來當然就到北部去 可不可否認400年前 從明正 南明還沒有 就南明消失之後 明正之後 所謂的國姓亞來到我們台灣 就在這邊 建立他的東寧王國 然後等短23年覆滅的時候 施朗來了 然後請奏康熙 然後開始管理我們 就是後來慢慢管理我們台灣之後 台南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很重要的地方之後 很多重要的人在這裡面生活 然後墓地就在南邊 所以其實幾乎啦 十個裡面 九個半其實都 可能九個十個都是葬在南山 你說十個台南人裡面的祖先有九個 十個是葬在這個地方 對對對 甚至我先講一句話 就是甚至 我去年跑去大稻埕 台北大稻埕那邊 然後認識一個許姓家族 他的一個開發的叫做許炳 然後他們裡面的家族人跟我說 你有沒有聽過許炳的祖先 我也是來大稻埕聽到許炳這個人 他說其實我們許炳祖先是從台南來的 後來就是功成名舊的時候 他曾經想要回來台南找他的祖先的墓 我說南山嗎 他說其實 他不知道在哪裡 他說可能是南山 可是我說有找到他說 其實他們只流傳說 他們是從台南起家到 就是從台南移民來台南 然後從台南大稻埕去發展出來 然後他們只知道說祖先 就是許炳先生 曾經有來台南 南山要找祖先 可是找不到 因為以前 剛才看到南山那麼大 他怎麼找 又沒有規劃 又沒有馬路 所以其實 那時候的移民 其實第一個移民來的地方是台南 在台南下來之後 有人就在這邊定居 那有人會往中北部去發展 比如說台南有一個無姓家族 吳俊山家族 那熟知歷史的就知道 彰化平原那邊幾乎都是吳俊山家族 他們發展出來 可是他們根據地 他們最早的目的 其實還在南山裡面 對 就諸如之類的 那像政治的連家 他們主線也在這邊 你說連戰的家族也在這邊 聽說這個巴克里的墓也是在這邊 對 因為巴克里當時候就是在台南 成立了東門教會 然後你也知道 當時日本人 就是清國戰敗 把我們台灣牽給日本人 然後當時日本上岸的時候 聽說有學習幾個城市 那我們台南那是最富裕的 不管師生啊 人民啊 大家都很擔心 那因為日本上來 清國的一些人就跑掉了 那在無阻的狀況下 整個裡面亂糟糟 那當時又是由台南的一些士生 跟巴克里牧師 他們一群人到二層航星那邊嘛 去談判 然後開城 和平開城 免於台南的被屠殺嘛 那我覺得有一群外國的姑娘也好 他們女生叫姑娘 那牧師也好 他們愛這個台灣的地步 可能比我們自己的人還愛 就是說 他死後並沒有回葬他的故鄉 其實他們都安站在南山裡面 那南山的名人非常多 歷代有歷代的名人 那你看一下喔 像這個杜曉月 他也會吃杜曉月吧 杜曉月就是我們吃搭的那個杜曉月 對 這個在這邊 好 然後陳正耀 好 他們後代現在還在民生開甘本堂 一個果子店 吐司很好吃 然後 他就入寺香弦池 其實台灣人入寺香弦池 總共好像只有四位 兩位在新竹姓正 那一位是鳳山 一位就是在我們南山 好 那還有 湯德彰 湯德彰 跟他的媽媽湯玉 跟他的太太陳爛女士 其實他們都葬在南山 可是 很可惜的是 毀在歷代的 比如說西門路開闢 還有那個中華南路 他們有簽帳 可是 目前還可以找到湯玉女士 她的媽媽的墓 已經簽帳 可是她墓體還在這邊 那我們覺得像這樣就很容易 可以做一個紀念的場所 場域 那 還有 比如說 像這個王雨清 她就在後面 我們走到去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去馬祖 很喜歡看什麼 藍眼淚 金門馬祖都有藍眼淚 可是 當藍眼淚第一次出現在 安平運河裡面的時候 當它發著藍光的時候 大家嚇壞了 想說 天下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什麼燥 到底是好壞 是不是要發生事情 然後其實那時候王雨清 已經生病了 她抱著最後一口氣 她 本著她 她是一個 她很好玩喔 她沒有念到我們什麼 現在大學什麼 她只是一個公用 然後 她跟在日本人旁邊學習 她拿到我們台灣第一個 博物學家 然後 她去研究出來 原來就是一種藻類 那 她 你動她的時候她緊張 她就會類似八店 就會發出那個亮光這樣子 我看這上面還有絲水環 然後還有菜培火也是葬在這附近 對 他們都是葬在南山公墓裡面 嗯 這邊有絲水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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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歷代很多人 都葬在南山公墓裡面 像你看這麼重要的人 可是 灘氏政府說 等一下我們當然會講 因為現在有她的木的樣子 我可以看看 灘氏政府說 因為她木就是三個石頭 一塊石碑而已 也沒什麼特別性 所以不予保留 嗯 可是我覺得木的保留 不應該只是形式 還有這個人的價值 它的歷史意義 對啊 欸大家都愛談 像前陣子市長也在打卡說 欸我們的江軍鄉那邊有那個 藍眼淚 可是藍眼淚的 我們台灣藍眼淚的發現者 就要把它採取 整體來講都會是一種文化資產 當然 所以其實這樣子談下來 其實 呃 南山公墓應該有非常強的 文化資產的意義吧 有啊 嗯 你看像這種歷代的 有沒有 台南的林曹一 嗯 這些 墳墓的形象 形式都不太一樣 對這些是歷代的名人 都在不同的時代裡面 都有不同的狀況 這個這個就是 哇還有一個明朝就有了 呃這個就是 電力南山公墓 是台灣最早公墓起源的 一個重要的 嗯 他 曾正陽你看1642年 早於明正時期 所以他是南明就過來我們台灣 等於 而且在明正時期 台灣那時候是什麼時期 一般說荷蘭人時期 嗯 或可以說東印度公司時期 那時候他就在 站在台 站在這邊了 嗯 那你看已經差400年 嗯 那 全台灣最古老墓就是這個 嗯 好 那這些就是第一代 薛信第一代來到台灣的移民 嗯 所以這些墓碑 或者是這些墳墓 都還在現場 都還在 那你看 歷代我們台灣經歷過幾次戰亂 幾次戰爭有沒有 他們就是 你看這個身上 有一百多個彈孔 為什麼一百多個 日本末期南進政策 美國 轟炸台灣 然後掃射 因為他剛好就在機場旁邊 掃射的時候 整個墓上都是彈孔 那這個可能是林爽文事件 留下來的 然後這個就是 從日本南進政策 留下來的 到台灣 初期 國民時代留下來的 一些防空洞啊 防空塔什麼的 這樣子 那這個是南山裡面的 一些裝置藝術 很漂亮吧 這個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印象 這個東西喔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他在高壓店裡面 會阻絕店的叫艾子 阻礙的艾 艾子 可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 是可能使用完 退下來怎麼樣 他進來後來變成 南山公民有很多 那個香茶 茶香的地方 而是利用 很有趣 那出水口 然後這個是 膠紙桃 這是上面的東西 那因為 各式各樣的不同的那種造型 對 或者是包括他的 這個還有花磚 還有各式各樣的花磚 前陣子的花磚 他什麼都說了 他唯一沒有說的是哪裡 木 他沒有談到木 其實木裡面保留 很多美麗的花磚 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從歷史來看 或是從墓碑 或者是從他的跟台灣的發展的關係 甚至包括生態 包括這些裝飾藝術來看 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意義 跟文資的價值 那不過這些會不會因為要做殯葬園區 而繼續保留下來 或者是他舊址不見 我們待會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 就是那到底台南市政府在這裡要幹嘛 那為什麼在這裡 那看起來台南市政府想要做的是一個 殯葬園區 因為如果你到這個地方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這邊好亂喔 然後這條路的左邊右邊 然後都有很多的粉墓 那住在 我們也看過一些訪問 住在附近的里長 或是有些居民都會覺得說 哇這個地方 房子這樣子賣不出去啊 或者是這個環境很糟糕啊 那台南市政府說 我要來把這個地方整頓一下 那為什麼會 這個地上台南的這些朋友會反對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過來做相關的討論 這個叫獨才公 這個叫禁廟 只有他們的二代主 開台主 然後它就是一個陸式香鹹 孔廟有一個針結 針結池一個香鹹 他就陸式香鹹池的一個人 那我跟你說 台灣只有陸式香鹹池 台灣人只有四個 兩個是新竹正家 一個是鳳山 可是他也是台灣人 另外一個台灣人就是他 這個有一個1942那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提報 就是有民間我們提報 然後他就寫那個提報的編號 然後來這邊獻看 那個是施水環的姐姐 他活到那個年紀 可是你看施水環在這樣的年紀 他就走了 以為是他女兒 可是後來才知道是姐妹 然後那個是姐夫 很早就走了 這一排 有一排都是英文字 這一排都是外籍的 外籍的傳教師 對 或姑娘 OK 第一個就是用 台樓下 樓馬里下 百姊類 這個 對 百姊類 喔 然後 滿金諸公園 如人愛姑娘 這樣一路看過去 這樣一路看過去 這個都是 那時候 是越南台灣 然後 甚至死後 葬在我們台灣的 嗯 令人很 很感動的一些傳教師 跟姑娘 我是非常怕沐 很多的平安福 這個已經一二十年了喔 全部都是 那你現在會怕嗎 不會 不會 完全不會 他就是一個建築 在南山二十四小時 我都待過 還要在這邊 待到出去吃早餐 歡迎再次回到 燦爛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覆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 生意性事件 背後 值得我們要再去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不是只會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讓媒體能夠真正的獨立 做更多更深入的報導 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我們在的地點是 台南的南山公墓 這個南山公墓 有400多年的歷史 跟漢人在這裡的 這個來台的歷史的時間 或是開發的歷史的時間 事實上漢人開發的時間 是差不多的一個時程 所以它跟整個的漢人 在台灣的發展歷程 特別是台南這個地方 是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不過因為最近幾年 這個台南市政府 要把這裡做成殯葬園區 原來這裡有很多很棒的 文化歷史古蹟 或是生態環境 都有可能因此而遭到破壞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地上台南的召集人李時光 時光來跟我們一起來 討論這個話題 時光你好 我們在上段節目當中 有大概講的 這裡的一些歷史文化 可是回到一個現場來看 就是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也發現 為什麼左邊也是墳墓 右邊也是墳墓 然後這邊有一條路 所以感覺 從我們外地人來看的話 好像有點亂 然後這邊草又很多 那我在看到一些報導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的 有些居民特別是里長 就抱怨 在這邊我就坐在旁邊 這個環境很差 然後什麼登格勒等等 那應該整理一下 那看起來台南市政府 也希望這個地方 能夠變得稍微的整齊美觀 那所以他想要去做 這個殯葬園區 那透過殯葬園區的這個興建 讓這裡可以有比較 整齊美觀的這一種景象 那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那我不知道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們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或者說做這些事情 讓這裡做的 這個所謂的整齊美觀 做一個殯葬園區 讓大家在祭祀的時候 也可以有比較好的環境 有什麼不好嗎 那這個環境的設置 會跟你剛剛談到的 我們這裡的文化歷史的發展 或是古蹟 或者是這些歷史建築 或者是這些很有價值的這些歷史 或者是這些粉墓 或者名人的粉墓 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如果照老師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很美滿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 為什麼你們要來反對 真的是吊命嗎 這是吊詭 來我們來開一張 就是我們直接 政府要 我們要 我們都是簡稱南山公墓開發案 那這個開發案 政府主推的都是所謂的 要做殯葬設施 可是事實上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政府 他們自己畫出來的 剛才我們有看過 南山整個大約就是那個樣子 馬馬機場 然後現在有分 A B C D E區 A區跟B區 我們現在就在火葬場 我們在A區 B區是在過去那邊 A B區要做 比如說火葬場老舊要汰換 然後這邊整個要做殯葬管理所 那我來請問一下 你現在看過去它是平地嗎 不是嗎 是一個小的斜坡 整個是個小半球 這個其實上去 你會看到凹凸凸 然後旁邊還有一條 A B區中間這裡 這一條其實就是竹溪 就剛剛談到那個很珍貴的溪流 那如果大家可以去看動態 就是說 你會發現這邊也是高高低低 大概最低到最高 可能兩三層樓的差別 這種地方 不是平地喔 這邊要做殯葬磚區 跟火化廠的改建 C D區 來你們看一下 其實這邊的問題是最大 因為整個南山其實屬在南區 那南區的居民是住在這邊 這邊 那就是在這一帶就是 這邊看到都是房子嘛 這邊有路嘛 有一條永城路 西門路是後來許天才開的 其實它這一條是把 南山本來是從這邊到這邊 這一條是破碎掉 南山公墓的整體性 這一條這一條 尤其是近年就這一條 然後破碎完之後這一區 南區的里長就有意見了 就說 哎呀那個我們居民齁 然後買房子 他說一打開就看到木 看到坟墓了 然後市政府居然還幫你補充 對 然後就會看精神科醫生 那我們就講說 我們有一個 我們就這樣講講 就是說 那你買房子的時候 你沒有打開窗戶 看後面是木嗎 比如說坟墓是在這些 建築來之前就損在了 來我們看這一張 這樣是不是可以很容易講清楚 其實我說過南山一直在被整理 像這邊也是一直有在整理出來 可是很可惜的是你看 只要整理出一塊 房子就進來 其實在國外 我們有沒有去逛過國外的墓園 比如說什麼貝多芬的墓園 誰的墓園 日本的青山墓園 太吉馬哈林 埃及的金字塔 我們會去逛其他國家的墓園 打卡還比野 可是回頭我們來看我們的木 我們是嫌棄它的 那其實在國外有很多地方 它對於 木當然對大多數來講 還是一個鹹物設施 可是對於這種鹹物設施 在城市裡面 他們是不會去毀掉它 可是讓他們並存 因為一個城市的發展一個底蘊 它有生老病死嗎 那它會做的就是 可能在墓園整理 第一個是墓園要做整理 第二個是在人跟死人中間 做一個靈幣的設施 這靈幣的設施可能是 一個小公園 可能是一個美化怎麼樣的一個圍牆 可能是幾排很漂亮的 林蔭大道的樹 可是很可惜你看 我們沒有耶 我們只要整理一塊地方 房子就進來了 你說這塊地方是要把這些木 給牽走的意思 其實這些地方 本來都是木的 清掉之後 房子就蓋起來了 那如果我們回到你剛剛的 這張圖來看 A區跟B區就是火葬場 或者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核心的地方 對 但是C跟D 那這邊會在火葬場 大概就是已經知道了嘛 好像目前的 我們也看到這火葬場 那C跟D是怎樣 它現在就是全部都墳墓 然後大概地面上出故事 那墳墓會把它移走 那移走之後要做什麼 來我們再來看 因為其實我看那個 王實施之前的副市長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沒有要開發 我們只是要把它做整理 所以C跟D假設是要做整理 要整理成什麼東西呢 我都叫他實施 我們實施啊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已經是提出辭程了 然後講完之後就落跑了 所以他的話我覺得 再聽聽就好 來 這個也是我們用的資料 從來不是我們自己提供 我們希望我們用的資料 是公正性 就是從政府那邊拿到資料 我們用它的資料來討論這件事 這是政府出來的資料 來我們看一下 AB區 夠近吧 這也太近了吧 戰鬥機 有沒有 190公分就撞到它的輪子 這好近喔 這根本就是在頭上 對啊 這B議館怎麼 B議館要怎麼蓋 OK 好我們再回來 就是C跟D 來看啊我就把它 A區跟B區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現在就是在現在的火戰場 在這邊嘛 那CDE要做什麼 CDE CD 我把它區分 它就是三個大案子 第一個是AB嘛 H就是要做這個 CD 幾塊地 它是要做這個 然後 這邊是要做公園及市民的休憩的空間 但是有一個比較模糊 叫做因應民意需求 這是什麼意思 最早是寫因應南區民眾需求 然後被我們說 南區 那我東區也要需求 然後他就弄掉變因應民意 對啊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這麼大的開發案 要移這麼多門幕 要花上億的錢 然後到現在跟你說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還不知道要幹嘛 可是先把門的幕都清掉 我們再來想想看 有這樣子的嗎 所以前面這個A跟B是比較明確的 然後在這裡可能 這個C區的某個部分是比較明確的 對可是後來被我們攻擊之後 他就說 對啦我們就是要做古墓公園 可是這古墓公園上面有沒有 古墓上代卷 因為古墓可能被移走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因為 我的認為是這樣 你要做古墓公園 老實講 比如說我們以他現在這樣講 有兩千多門來講 保留兩千門做古墓公園也是OK啊 保留兩門做古墓公園也是OK啊 可是你看啦 其實這是政府最後的 政府現在網站上最後的那個啦 什麼都沒有 那你叫我們怎麼跟他談 你一個未知啊 其實我 好我們現在再來講 一區 一區在這邊 他本來是話這麼大 後來被我們發現之後 他就說只剩這一區 這一塊他說要做停車場 那我們就說你不是說墓可以簽 是因為現在少墓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都廢棄墓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為什麼你又要拿來做停車場 既然都沒有人掃墓了 也沒有人來幹嘛了 你又說要因應什麼清明節掃墓 要蓋這個 我覺得這有點離譜啦 這種說法 那為什麼選擇這邊不選擇這邊 難道這邊不用停車嗎 這邊不用停車嗎 這邊不用停車嗎 為什麼是搞在這邊 不過看起來這個規劃是離一些未定區是比較接近 對嗎 你覺得這邊有暗藏玄機就是的 這張就是一區的基地 然後隔著就這邊嘛 這一條路就這一間 就是我們現在看的這一間 是私人的納古塔 然後這個私人納古塔旁邊其實流傳啊 它旁邊車子 其實汽車停不到10台 機車也停不到30台吧 它其實 因為南山開始要開發之後 它有重新整修 清修整修之後 它裡面的塔位是翻倍的 那翻倍之外 你比如說本來6萬變12萬 那你提供給我的服務要相對的高啊 可是它其實沒有停車位啦 那所以這邊的人 家屬就跟我反映說 為什麼要把我們這400多門都清掉 只為了蓋停車場給它停車用 就我講的嘛 其實合理的反應就是說 這邊其實西門路就可以停車了嘛 那你在蓋這個是不是很奇怪 反而這裡面很多地方是沒有可以停車位置啊 你為什麼不去蓋停車場 為什麼要特別蓋在大馬路的旁邊 而且還是一個私人的 你看喔 隔一條馬路 拍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這邊是一條馬路而已 馬路的對面就是這一片 全部要清掉 那很詭異啊 政府說只是做殯葬廠殯管理所 哪是啊 所以對你們來講 雖然它是要做一些像殯葬園區 殯葬公園 然後在食物上面 就像這個表格上面所提到的 有很多實際上面要做什麼 它的用途是不清楚的 它沒有說得很清楚 而且說得非常的模糊 因為它的說明就是以你這樣表格 因應民意需求 但是民意要什麼 其實是不知道的 對 所以假設民意說我要把這個土地 要把它拿來蓋房子 要來把它解編 要來做其他的使用 做公園都有可能 可能 來我們想 停車場 這個地方 第一個它一直說 南山公墓要整理 可能要清掉是因為 賞目人越來越少 這個我們不可否認 因為時代改變很多人進它 那很多人其實對祖先 可能不再那麼的 那既然人口越來越少 你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要清掉 為什麼又要蓋停車場 而且停車場剛好又在大馬路旁邊 剛好又在一個私人 停車位明顯不足的對面 這是一個問題 停車場這就很值得討論 那這個東西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麼公園 那麼大一片 全部要做公園嗎 那跟你說 現在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你到底要做什麼 那里長是說 他想做 里長說想做公園 那想做公園說 古墓公園 古墓公園就像 兩千門也是古墓公園 兩門也是古墓公園 甚至在全台灣 還有那種 一門都不見的 它也叫 也叫古墓公園 可是沒有實際的墳墓 它也可以稱這個古墓公園 對 我覺得這麼大的開發案 可是 因為它牽涉是墳墓的牽障 補償費 還有裡面有一些 私人土地的徵收費 整地費 種種的很多費用 其實起來都上億了 這麼大的一筆預算 你是不是應該先把很多問題講清楚 對不對 而不是說 講得這麼模模糊糊 然後就一大筆錢這樣弄下去 錢很好用 不應該是這樣用 好 那我們來講AB區 冰障 似乎沒有反對 因為 很多人就說 這是台南重大的公共建設 你們反對 你們有問題嗎 你們是不是 只要人家要開發建設 你們逢建設必反 我說不對 其實 冰障設施 我也會用到 每個人一輩子至少用一次 個人 那對於一個城市裡面一個重大 可能一百年紀的公共建設 我們是不是要更謹慎以對 然後更去了解狀況 沒有一桌下去 就沒有花費 因為墓被毀了也回不來了 東西蓋了也回不來 錢就是花了嘛 那我們為什麼會很有意見是 來 它簽了也是將近 這裡面蠻多門的 6千多門 4千多 5千多 6千多個墓 對 然後 他說 總共有 總共有好像 二十幾公頃 哦 16.47公頃 他說要做一個 就AB加起來 然後那時候 我是他們的那個委員 一個論壇的委員 我就拍手說 好我支持 然後那個殯葬館所就很開心 我說我支持 那請你今天回去之後 把所謂 那個都記老師講 泡泡圖畫給我們看 所謂泡泡圖就是說 我可以支持你16.7公頃 我也可以支持你26.47公頃 37公頃我都同意 可是你總是要告訴我 你這數字怎麼計算出來的嘛 你蓋這個園區 到底裡面 房子要多大 停車場多大 或是什麼像 你看他有畫這個 保鎬油區多大 在哪裡 既然你都已經是有 做這樣一個規劃 我想要這種東西 應該不為過吧 你要把圖給我 可是到現在 到今天為止 他人是只給這張圖 這是我寫的啦 OK 他只給這樣 請問你看得出來嗎 16.47公頃 到底要幹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並不反對 這裡要去做整理 那但是在整理的時候 例如說 有些區域像A區跟B區 他是要做一個這個園區 或是做火葬場 那這個東西 要比較明確的規劃 那CDE E是停車場 這營車場為什麼 現在這邊你們是有些懷疑 C跟D的部分 有很多是一個不明確 所以市政府 一直到現在 有多久的時間呢 為什麼他還沒有辦法 提出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劃 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計畫 他照理講應該拿出來 然後把它整個畫好 然後整個計畫書 什麼東西做 什麼時候東西 做什麼東西 那難道他們都沒有提供給民眾嗎 來 我個人從2016年 清明節走幕 2017年 在台南辦了第一場對外公開 就 花錢找人家來走 我2018年下半年開始 進入這邊紀錄開始 然後發現很多很令人生氣 然後種種不公平的狀態 然後開始發起這場運動之後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質問市政府 你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先從頭講 第一個 你為什麼非要在我們台灣 最重要的墓葬區 做一些設施 其實這100公頃聽起來是很厲害 可是如果你換算成整個台南市 換算成整個台灣 其實100公頃真的不算什麼 那我們台灣自古以來一直在講什麼 史前 什麼遺址 什麼遺址 遺址 注重的 考古的都是那些東西 可是反而有人類這400年 人類歷史時期 的墓葬 這些東西完全從來沒有care過 那今天這個是我們台灣最早的 400年的墓葬 就是說它經歷從我剛才講 東印度時期 到現在的我們的這個時候 當然它在大概30年前就進葬了 那這樣子傳承了將近400年 它擁有各個時期的不同的墓葬 的形式 的一些歷史 名人 等等 它等於是等同我們這一部 400年的歷史時期的 對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保存起來做一個場域 400年這個場域 因為再來 我們去整個台灣幾乎墓葬都已經被禁了 之後再也看不到這些墓葬了 對不對 全部都納古塔了 所以這等於是最後一筆的資產 如果你墓葬還在持續 你說你要怎樣 我是沒什麼大意見 可是這是我們台灣最後一批 你毀了就沒了 你也不可能再把它蓋回來 不可能 所以這樣子印照之下 你看那麼多遺址 那個遺址 那個什麼保留起來保留起來 我們台灣就保留這麼一個南山很困難嗎 那對於台灣市 你不覺得驕傲嗎 台灣最早的見證就在我們這邊嗎 從生到死 那我不曉得 為什麼他們非要把殯儀館這些設施拿進來 那現在殯儀館是在南山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講說 他旁邊還有一些土地還有什麼 他其實可以做所謂的 重新再規劃利用 可是他堅持要把它拆掉 要來這邊再花上億的錢 再蓋一個新的 這是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 為什麼你當時候選址 就要把選在南山裡面 這是第一個 沒有跟我們講清楚的 第二個是說 反正我們就決定要在這邊蓋殯儀館 好 那蓋殯儀館 你要取得這些用地 到底怎麼那個的 他還是說不清楚 就是說從2018年我開始接觸 然後覺得好像不是我想的樣子 問題是很大的問題開始 到今天為止沒有 所以第一個為什麼要做殯儀館 一定要做這裡 這是第一個 因為這個地方做了殯儀館之後 就算他有他的一個明確的用途 但是是不是合適 或者什麼其他地方 他是可以用 第二個就是會在於說 這個規劃本身是不清楚的 所以很多東西是模糊 然後對你來講是沒有必要性 對 你看它是在核心地區 這邊都是百年以上的古墓 這邊去了整區 其實就把整個墓地都破碎化 那現在進度是什麼 現在進度不是已經先暫停下來 去做文資的這樣的一個 去做調查 然後是在做這個文資的調查 是要去確定哪些的地方 要開發不開發 或是要確定哪些的墓 要把它保留下來嗎 是這樣的 其實剛開始我們接觸南山的時候 探視政府是直接發公告 他就是直接發公告 然後直接在墓地上就是 立這些 就是直接立公告給你 就告訴你說 從今天開始到某年某月為止 你要自己來把你們家的墳墓簽帳 然後你來簽帳的時候通知我們 你就可以領一場補償金 好 可是如果這期限內你不來的話 過這期限你沒有錢可以領 然後我們市政府就主動幫你簽帳 好 那怎麼簽帳 怎麼就是都是我們 我來做決定 市政府做決定 對 因為我給你時間 所以它是用公告 然後在墓地這裡公告 他並不是寄給每一個這些人 這個就有趣了 因為他大概找不到這些墓的持有者 他會用 他有用那個 他有用查估的方法 就是請一些人 專業廠商來做查估 然後查估之後呢 把墓主的名字那些抄下來 然後把這些資料進戶政事務所去比對 找出他的後代管理者 所以還是有寄給他們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搬家了 那很多人可能 因為你知道幾百年來了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政府一向對墓園是沒有在管理的 沒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 所以經過那麼久 搞不好已經 阿公的母爸爸已經走了 換兒子 資料又沒有在裡面 什麼沒有在裡面 所以搞不好一簽門 能夠通知到其實不到一半 所以其實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 他們家要被簽帳 所以這些被知道也都是一個被動 他並不是一開始知道這裡要幹嘛 然後為什麼要被簽走 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那反正我就跟你一段期間 這段期間如果你沒有來處理的話 我就幫你處理 如果你處理的話 我會給你一些補償的費用 人民是這樣 尤其現在的社會 我們工作很辛苦了 養兒育女很辛苦 侍奉父母很辛苦 每天都很辛苦 那我有實 就算其實我對 為什麼要這樣簽我 莫名其妙 因為上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契約說就是說 我拿錢來賺在這裡 買多少錢 說好我賺在這裡 賺多久 就是說 所以我自己簽帳 如果不簽帳 就是這樣子賺下去 那有些人說我才賺20年 賺30年或是賺多久 那時候 大家所有兄弟姐妹花的錢 賺在這邊 那現在 到底要幹嘛 莫名其妙就要幫我簽帳 你有沒有獲得我同 我可不可以不簽 這個問題我問過 司政母 可以啊 我說真的假的 可以不簽喔 就是說你這邊要簽什麼 可以不用 可以 你可以不用簽 那時間到我們政府來幫你簽 講什麼鬼話 終究是要簽 對 那這 人民的意思是 其實你知道 這是權力不對等的問題 就是說小蝦米對大鯨魚 其實 我有很多不滿 我也不高興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按幹嘛 可是 問題 我每天就要為五斗米折腰啊 你坐在冷氣房 你擬我們的薪水啊 我拼得過你嗎 算了算了 很多人都是這麼想 其實很悲哀啊 他說 我沒有 我不心甘情願簽 可是 面對政府 他們有法律 有警察 有時間 有錢 有律師 啊我一個人 我沒有投資 我怎麼拼得過他們 啊人家要簽 我不簽 到時候還不是公權力 所以彼此摸 所以不管你簽或不簽 終究是要簽 對 那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討論 人民只是被告知 沒有 那這過程 到這幾年來 因為你們的這些抗爭或是媒體 也開始做這些報導 所以目前是一個停工的狀態 就在我們開始發起這個運動之後 我們所強調的第一個就是說 依照文資法 這個 來我們先 我們用一點時間來念點書 不好意思 我們用看的就好了 根據南義大的 盧太康教授 他很關心南山公墓 他也做過 水澆社的明清公墓 所以我們用來看 南山公墓的發掘 的考古 他提供的資料 他說其實南山是一個 複合型的文化資產 為什麼 他有可能是古蹟 他現在就有古蹟 他是可能是歷史的建築群 他是一個紀念的建築 都有可能 然後他又是考古遺址 你看四百年地下 他裡面培葬品 算不算古物 都算啊 所以是符合文資寶存法裡面的 各式各樣的文化資產的項目 對 所以他是算一個 複合型的文化資產 好 我們再來看 剛才講的 歷史 歷建 然後考古 古物 然後在後來 在2017 剛才是2016年的文資寶 2017年 他的細則裡面 他把墓葬加進去了 可是如果大家現在去翻 所謂的墓葬這個 全省因為這個頒布之後 全省的墓葬做的都要保存 會很難過 其實真的幾乎將近沒有啦 好 就這樣子 墓葬喔 墓葬也是入文資法 特別喔 已經寫在這裡面 可是 所以 來 這個用看的就好 他們認為 南山是這樣子的一個重要點 那 依文資法 超過50年的建築 就要先做文資價值評估 評估完 才能再來決定說 他要不要做什麼樣的處置 可是南山公墓完全沒有 那時候公告一天 而且已經有部分是在被怪手拆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緊急叫停工 可是市政府似乎也沒有把這個話聽進去 所以那個將近有一年的時間 我們都在抗爭這件事 光要叫他停工 做文資調查 我們就花了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所以現在是停工的狀態 對 對就是 那調查的狀況怎麼樣 剛才講嘛 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讓他開始從事文資調查 可是從事文資調查 他並沒有停工 他是 文資調查跟停工並行 我說世界上有這種事嗎 所以文資調查邊開工邊進行就對了 對 然後就有發生那個墓 是具有潛力的價值墓 然後在調查 我剛才調查 我把這個圈入是 就是要 第一階段叫價值評估 評估完之後 要交由委員去審查 對 可是還沒交出去 他被挖掉 有這種事嗎 那我們又繼續的抗爭 繼續的 後來終於真正停工 那停工之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 今天我們做任何的文資價值普查 我們需不需要 結果要不要公開 重點是結果要不要公開 就是說 你用我們的錢 他總共三個案子 花了快千萬吧 茶菇包括那個 花了千萬 那你做了這幾個案子 做了所謂的 價值評估調查 就是這一個 價值評估調查 這些 他都做成了嘛 結果他完全沒有公開 沒有公開 你是不是要公開說 這一千個墳墓 有幾個墳墓是 是有價值的 對 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其他因為什麼原因 可能不列入 你總是要告訴我們原因 給我們一個新聞 因為這個是政府公開資訊 那文資是 共同大家的啊 你要真信啊 可是 當時候我們跟他講的時候 他是願意 他說願意公開期末調查報告 可是因為那時候還在進行中 他說 他說等結束我們就公開 白紙黑字備忘錄寫下來 可是現在完全不回應這件事 但是結束了嗎 結束了 去年最早前年的就結束 最晚的去年中 你說調查結束 對吧 然後我們一直爭取到現在 他就是完全不公開 他不公開之後 他去弄了一個叫做協作平台的東西 公告在他談事 然後把這幾區的墓 就是茶谷的照片放在上面 然後墓碑上面的名字寫在上面 然後跟你講說 我們希望大家公民參與 大家如果說這是你家祖先的墓 你覺得有什麼價值 你幫我們寫下來 如果你覺得這個墓有價值 你幫我們寫下來 我們共談來 加油 做這好 我說見鬼了 那你花了上千萬座的報告 應該先給我看啊 應該把報告寫在這些墓 你們自己專家的評估的結果是什麼 再來讓大家討論 對你應該公開在下面啊 然後我說 這個墓很重要 你們怎麼沒有寫到 我幫你補充上去啊 你怎麼會拿一個空白的表格 叫我們再幫你寫一個 然後說你們放心好了 你們的意見 我們幫你轉達進去的 我說那你們的意見呢 你要讓我看看啊 比如說你講這一門 A這門墓是沒價值 那我覺得不對不對 你們調查不夠詳細 我在旁邊補充它有價值 這個協作平台這樣才叫做公民參與啊 這不叫公民參與 這是A我們的錢耶 你給他們上千萬 叫他們去做 那你要不要給我填一門 你也給我五百塊 不然我就吃八糟了 這個協作平台 其實來的就是很詭異 那我們覺得很奇怪 你政府說 依照文資法也好 不然你們就是公務員賭職嘛 違法亂序 這也好 或依照我們人民的請求也好 你總歸做了文資價值評估調查 那不公開 好 然後再來 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 你要保留什麼 不保留 完全不知道 那在這個底下 我們人民 很不心安嘛 所以我們加強力道 自己又做了一個提報 那這個提報的動作呢 其實第一 有人就說 總共超過一萬門的坟墓 提報一百門 那其他的 九千九百門是不重要 不 都很重要 這一百門是 裡面重之又重 非得一定要加強保存的 目不可 這是第一個觀念 並不是如政府或誰講說 有提報 你們自己自殺 就是說 只說這一百門重要 其他不重要弄掉 不是 第二個是 提報是因為 從來不公開 那我們提報之後 會有一個組成委員會的縣刊 縣刊怎麼樣 其實也沒有公開 就是說 這個文資 我們現在覺得非常有問題 也是從 第一個 一個組成的委員 因為我們剛才看的 南山是一個複合型的文化資產的一個 一個項目嘛 珍貴的文化資產 它是一個複合型的 那政府從來沒有跟我們講說 那這個複合型 比如說 是不是要有歷史學家 是不是要考古學家 那是還要有什麼 對木造有研究的 還是什麼 就是到底 你這個木是要依什麼的 價值 依什麼樣的條件來評估 那依照這些大項目的評估下 應該要有哪些方面的專家 政府從來沒說 委員是由他們專任 然後任了幾個委員 到底是誰 他也沒有公開說 那這些委員有哪些專長 我們都不知道是誰 我們怎麼知道他有什麼專長 可是據後來我們側面了解 其實大部分都是建築系的 那他們認為說木其實就是建築 是嗎 那我們知道說很多建築老師 是用城市裡面的建築 來看木建築 我覺得這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第一個 你無法讓我們人民幸福是 你要評斷這個木 到底是依什麼樣的標準 你跟我們講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標準來看 也不至於說你現在覺得我們好像每天都在吵吵鬧鬧 看這個也不滿意 因為大家什麼都不知道 從怎麼開發到木藥怎麼都不知道 委員找誰不知道 那你審了什麼東西不知道 然後結果出來也不公開也不知道 然後到現在坟墓現刊 哪些委員做了什麼樣 我跟你講其實就一個黑箱 到現在完全你問我們 我們只可以講不知道 那第一批所謂的五十門 他過了九門 其實有一門是還在爭議當中 那五十門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的 不把有非常重要 就像王宇清 剛才我們攔眼淚 他的木就被打掉 為什麼 他的木體 他們說他木體沒什麼重要性 那木體不重要 這個人不重要嗎 他不具紀念價值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要討論的東西很多 可是我們覺得說 現在文字重要的問題是 對 他做了 可是做了跟沒做其實是一樣 為什麼 黑箱 然後 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五十門 只過九門 其他完全沒價值 到底什麼原因沒價值 你總是要告訴我們 所以即使現在已經在做這些文字的審查 可是他的程序你們是有很多的疑慮 包括委員的組成委員的專長 那甚至這個結果沒有公告 那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模糊的 甚至就算公告了一些結果 你們覺得說怎麼只是看那個建築的形式 而沒有去看他背後的文化意義 或者是這個相關人的這種所謂的歷史的意義 那這當然有很多值得要再去討論跟批評的地方 那回到我們的這個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要請教孫豪 那你們覺得應該怎麼做是比較好的呢 就是這個地方他總是可能需要去整理 那總是可能是需要有一些規劃 你們覺得怎麼規劃才是一個比較妥當的 我們一直認為 台灣說大不大 可是有關心墓葬真的是這幾年開始的一種新興的運動 那到現在為止其實也還在努力當中 可是我們總會想說 會不會我們努力還沒有到成熟 其實台灣已經找不到木藥被保護 因為曾經有朋友跟我講說 時光啊 我們現在坐在這邊講話 你知道現在台灣有多少墓園正在消失嗎 就是說那標單拿出來 這是幾年啊 好幾百件的標單 從基隆到屏東尾 每天都有墓園在被拆 那我們這種保存速度夠嗎 來得及嗎 然後南山來講我會認為說 其實有人說一幕都不可以動 那這曾經被批評說是太偏激了 其實我個人會認為 因為南山其實 他是受政府管轄 然後可能是民政局下面的殯葬管理所 可是他管理的大概就是所謂的殯葬吧 那所謂這種墓地限定就是 一年就來割個一兩次草 最重要就是清明節 他可能從元旦那時候 十二月開始到元旦開始割草 一直割草 然後整理墓地 到清明節讓人家適合來祭拜 那其他的管理真的是幾乎是沒有 比如說亂丟垃圾這回事 市政府進來來說 我們把墓濕濕啊 他們也說 就是因為墓園在那邊啊 所以造成很多人亂丟垃圾啊 然後那時候我做一張梗圖笑他 我就什麼話都不講 我就直接拿梗圖 我說是是你 親愛的市政府要回答我 那這種狀況你要怎麼處理 比如說這一包 我就把南山拍到垃圾 同樣把它劈到市政府前面 你要不要把市政府移掉 因為有市政府存在垃圾在那邊 我把垃圾劈在里長家門口 那里長你家要不要拆掉 因為有垃圾 那為什麼南山有垃圾 所以南山就要被 所以你覺得會是應該是 做一個本來這些 做好基本的管理 就是最技術的 對 其實以我自己走目的人 因為很多千丈的坑洞 然後很多碎石 很多什麼東西 因為已經可能幾十年 甚至百年都沒有被管理的狀況下 我覺得與其政府 把那些錢拿來毀滅他 不如拿來好好的做適度的整理 比如說千丈一個坑在那邊 那如果你今天開放人愛 走進來很容易危險 那這個坑要不要回田回去 那回田之前要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我們說的算 也不是你說的算 我們應該找很多專家 比如考古歷史學者 什麼進來真正這塊土地去做 評鑑 去做評估 然後給出建議 哪些該田 哪些保留 因為它的專塊很特別 是一百年前的 因為它的繪畫是已經沒了 然後把它圈起來 變成一個教育園區 教育的區域 或是增設一些步道 把一些草除掉 種一些適合的樹木 做一些椅子 就像國外的墓園這樣 其實它是一個可以祭祀 也是可以一個休閒的地方 不一定要做什麼古墓園區 也不一定要畫什麼ABCDE 各種不同的區域 你就先好好的調查清楚 好好的把它整理好 該撿的草 該除的草把它除好 該補的這些凹洞的地方 破碎的地方 或是該回覆的地方 你就把它弄好 那它事實上就是一個 自然的歷史的發展 那它還是一樣可以乾乾淨淨 然後真正進去 像我們台灣最喜歡用我們東南亞 因為比較接近同樣的人種 比如說馬來西亞的咖啡酸 它咖啡酸也是 其實咖啡酸比我們更原始 它有原始的森林 森裡面還有一些芙虎類動物 不是只有鳥類 它還有芙虎類動物 然後它們在有些木上面 就會放解說牌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木太潮 解說牌會壞掉 它們是用一個類似QR Code那一種 然後你進去之後 其實你是可以聽到解說的 曾經我也是這樣 我帶有時候 我也是用QR Code 我們有寫很多文章 我們寫了 比如說二十門幕的文章 我把它弄成一張QR Code 然後給每個人一張 然後走到木 我編解說你可以點進去 用手機直接連到我們的文章 去看它的想 因為我不可能背那麼多文字 在那邊講啦 大家也不可能聽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帶 其實大家很有趣 那甚至也有人因為這樣說 我阿爸的名字好像在上面 然後他就打電話問說 阿爸 還有一個名字 阿公跟不記得 他說他找到阿公的木 所以其實要做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有太困難 我覺得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自然的生態 我覺得比白人家的木毀掉 然後去整地 挖地 然後什麼還方便 台南還有旁邊很過塊地 我們可以移出去一點 我們試著保留它 為了這台灣的社 而且台灣最近在做台南四百年 他講了生老病就不講死 他什麼東西都談了 就不談南山 就把南山跳過去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 那你現在看到說 怎麼現在都不除草 你看後面這一顆就是 那個黃金 有沒有 這是我的濁金 就是這個 現在夏季 它進入夏季模式 整片是大草原模式 那這時候很多生物 就會修身養息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進來 它就在裡面生存 我想這些規劃 這些思考都應該 市政府都可以好好的參考 因為所謂的殯葬園區 它是有很多的可能 很多的想像 它可以更接近歷史 它可以更接近自然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